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聆听的是马可福音第五章25到34节 请大家先听我把这段经文读一遍 你们用心听好不好 用你的耳朵用心听 不用去看什么字幕 先听我读 有一个女人患了精血不止的病有十二年 在好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 又花尽了她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反而更重了 她听见耶稣的事 就夹在众人中间 从后面来摸耶稣的衣裳 因她想 我只摸到她的衣裳就会痊愈 于是 她的流血 立刻止住 她觉得身上的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她说 你看众人拥挤着你 还说谁摸我呢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伏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耶稣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安地回去吧 你的疾病痊愈了 这种姐妹 这段经文是有关 一个女人身患疾病 长期的慢性病 而处在一个困境当中 本来我想 这个星期 要讲马可福音第五章 这个是教会 你们贵教会给我的经文 那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段经文里面讲的都是医病 都是有人病 然后耶稣医他们 那我想现在还是新年期间 我要不要讲生病这回事情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新朋友 那华人有时候很逼迹 在新年的时候 不要讲一些不好的东西 明白 明白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 新年快乐 天天快乐 所以在新年期间 我们都会彼此恭贺 说新年快乐 这个是我们最常讲的 对吗 你们刚才进来已经讲了多少次 新年快乐 都有讲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快乐 所以我们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满满地祝福彼此 新年快乐 那华人还有一句很长 很常听到的这个新年贺语是什么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我们觉得太熟了一点 但是我们要体调一下 在好多人的生活 其实他的不快乐 就是因为缺钱 不是贪 只是因为他缺 所以他希望 哎呀 可以发个财 生活就比较快乐 但是来到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我们还能快乐吗 那就不容易 所以其实在新年的功课里面 我们也常常讲身体健康 我给一个姐妹 寄了一个新年的 这个WhatsApp的短讯给她 那我说除了新年快乐之外 我就加一个 新年身体健康 因为我知道她身体最近不好 然后她就回我一个短讯 说谢谢你 她说我现在非常需要身体健康 弟兄姐妹 有时候这个困境 我们生命的困境 就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 在经文里面的这个女人 她患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病 这是一个妇女的慢性病 精血不停地流 不停地流 她身体里的血 好像就从她的子宫不断地流出去 血是人的生命啊 这样的流 她觉得自己的生命 好像也在流逝 那个生命力一天比一天的衰落 那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其实妇人如果患上这样的病 其实是非常非常影响她的生活 不只是因为她身体的衰落 也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宗教礼俗里面 觉得患这种病的人是属于不洁净 其实华人也有类似的这种想法 某一些病 我们觉得这是不干净的 圣经里面这样的 当时的这种看法就是不洁净的 所以周围的人都认为 这样的人是不洁净的 所以她必须隔离 与人保持一个距离 不能与人接近亲近 因为这个病 这个妇人 不得不长期与人保持一种隔离的状态 其实与人隔离 让她的生活里面不只是不方便 不只是难过 身体上的难过 而且心灵上她人觉得孤单 她觉得孤单 而且她觉得自己 就是好像排除在生活的那种精彩之外 不能跟人一起玩 不能跟人家聊天 不能见这个人 不能见那个人 其实隔离对我们今天这些人来说 我们是很熟悉了 过去这个冠状疫情 在我们当中不断地蔓延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疫苗 我们很怕那种大规模的传染 所以只要被确定是患病 或者说与患病的人亲近过接近过 都被要求隔离 外国人来到新加坡需要隔离 我们去到外国也需要隔离 我的亲人患病了需要隔离 自己患病了也需要隔离 有时候碰到亲人朋友患病病危 想进去看他一面 摸他一下 跟他握个手道别 都不能 只能割着那个玻璃 那个隔离的伴 来看看他招招手 所以那种与人的隔离 其实是很难受的 这个女人患病 患了多少年 十二年 十二年的孤单生活 多么不容易过 被看成是不洁净的人 是多么的令人难受 多么令人支悲 你能体会这样的感觉吗 这个女人 她多么希望自己的病能医好 她的人生能够改变 她不要长期活在孤单当中 她并不希望生活中 所有的精彩都没有她的份 她要在这个世界上参与 她不希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多余的人 存在跟不存在都没有她的关系 没有办法参与 所以她不断地求医 但是在好多医生的手里 没有被医好 反而是受了许多的苦 她花尽了她所有的财物 一点也不见好 反而病是更重了 十二年就这样的过去了 你知道十二年是多长的日子 十二这个数字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人生的旅程里面 十二年可以使一个小baby 长成一个相当高大的少年人 也可以叫一个青年人 变成一个中年人 头发开始掉了 也可以使一个五十岁的中年人 看起来老太隆重 十二年是生命里面 多么长的一个岁月 她就这样过去 在病里面过去了 她不断地希望 她的生命可以改变 在这盼望当中 她等到了耶稣 她听到了耶稣 在周围给人医病 而且有人的病医好了 于是她的心 又燃起了希望的火 她等 她等着什么时候 耶稣会来到她家周围 有一天她听到了 耶稣就在周围 因为耶稣所到的地方 那个时候总是有人群跟着她 因为她能医病 她能赶鬼 她教导人 所以许多人跟随着她 当她来到的时候 就好像那些现在的superstar 哇 机场好多人在等候 就跟着她来了 所以她听到风声 她非常兴奋地 她要去找耶稣 让耶稣医她的病 但是你知道吗 她有一个非常难处就是 她是一个不接近的人 所以她不能公开进入人群当中 她不能去摸一个人 免得这个人也变成不接近 所以她很为难 但是她那种要医治的那种盼望 很强 所以她还是去 她偷偷地 偷偷地躲在人群中 你觉得好奇怪 在人群中什么叫做躲起来呢 躲起来就是藏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但是她必须去摸耶稣 让耶稣医治她 所以她是静静地 挤进人群当中 不让人注意到她存在 这个叫做躲在人群当中 好为难喔 但是没有阻止她去求医 她就这样的 躲在人群当中 我感觉可能她身体是这样竖起来 头是低起来 尽量不让人看得到她 她就挤在人群当中 靠近 慢慢地挤到耶稣身边 摸耶稣的衣裳 她心里想 当她摸到的时候 她心里想 我只摸到她的衣裳 我就会痊愈 她有这么大的一个盼望 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 她就会痊愈 而奇怪的是 事情真的这样奇妙地发生了 当她摸到耶稣的衣裳的时候 她感觉到她身上不再流血了 她觉得她身上的疾病好了 而在同一个时间 耶稣感觉到 她的能力从她身上流出去 有一个人的需要医治 已经被满足了 但耶稣不知道 她没看到这个人 但是她知道 有一个人 有这么强烈的需要 她医治了她 她并没有因为她忙碌 她在赶路 所以她就说 好了 有人医好就好了 我继续赶我的路 她停下来 她问 谁摸我的衣裳 她要见这个人 她要知道是谁 谁摸我的衣裳 她的门徒就说 你看 众人这么多拥挤着你 你还问谁摸你 谁知道呢 是啊 在拥挤的人群中 谁能理别人的事情呢 况且那个时候 他们正在赶路 他们正在赶着 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要去医一个快要病死的病人 这种赶路的感觉 门徒的那种不耐烦 哎呀 你去问谁做什么呢 谁也不知道谁 就是一大群人嘛 这种感觉 其实城市人特别能够明白 我们常常是处身在 一种拥挤的人群当中 但是谁也不认识谁 城市人常常很难有安静的时间 在人群当中 你看在地铁里面 不知道你们坐地铁吗 在巴士里面可能好一点 那还有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特别是新年期间 挤着买东西 挤着去付钱 我们在人群当中 但是我们的身体很近 心灵却离得很远 我们与人的关系 常常是这样擦身而过 如果没有大事发生 我们不会注意周围的人 我们只注意赶路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 城市人心灵孤单 有需要 但是却没有人关心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等车 发现有一个女人躺在地上 他给那个进出车门的群众撞倒了 跌在地上 但是进去的人挤进去 出来的人也挤出来了 然后他车开走了 他就在那边流血 看到他这边嘴裂了就流血 后来有几个人就通知了 地铁站里面的职员下来看他 那我也站在那边 那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好 我看到流血我就怕了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好 只能站在那边跟他说 啊 镇定镇定有人来帮你 然后那个职员来了 就不知道好像也没经验 他只问她 是谁撞你的 是谁撞你的 那个女人虽然这个嘴痛 也会讲话 她有点生气 她说这么多人 我怎么知道谁撞我的呢 其实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给她一些救护 那我们好像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那一幕给我很深的一个感触 我们城市人就是这样 但是在群众当中这样拥挤的时刻 耶稣那么忙着要赶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却没有忽略这个需要医病的可怜的妇人 他对每一个人都充满怜 对于人们的需要 他的心灵是敏感的 他关怀每一个向他寻求帮助的人 他知道每一个求助者的需要 他听到每一个向他发出的祷告 当那妇人接近她的时候 他感受到这女人心灵深处 那种强烈的盼望 我要得一致 我要改变我的人生 耶稣能感应到这妇人的自卑 她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她的求医的心很强 但是里面又有很强烈的要躲起来 不能让人知道她挤在人群当中 她不敢摸耶稣的身体 怕她变成一个不洁净的人 她只能偷偷地去摸耶稣的衣服 她的信心强烈 但是她没有强烈到一个地步 她能够认识耶稣是谁 耶稣能够消除她的不洁净 耶稣能够完全地医治她 所以耶稣在医治她之后 她的身体得医治了 耶稣还要她从群众里面站出来 要除去她心灵的障碍 重建她的自尊 以后可以抬起头来做人 不用再带着那种卑微的身份 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所以耶稣要她站出来 抬起头面对这个世界 耶稣要让她身心都健康 再也不需要躲躲藏藏地做人 有时人们虽然身体健康 但是不一定心灵健康 有些人心灵非常的孤单 不开心地活着 但是那种心灵的孤单 是因为它有某一种情况 不能公开地讲出来要躲开人 要躲开人 所以可以说是带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她带着这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样的心事 她的心灵不健康 生活也过得不开心 有时候我们怕没有人爱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 怕别人瞧不起 那有些人心里面很想跟人倾诉 但是觉得讲出来的事情太丢人了 有些老人家父 这个儿女对她不孝顺 她不敢讲出来 因为讲出来太丢脸了 儿女不孝顺我 我这个父亲 我这个母亲做得多么的失败 有些人经济有问题 但是不敢讲出来 这太丢脸了 我竟然没有钱过日子 其实有好多 我们很想有人跟我们分担的事情 我们不敢讲出来 我们怕人不听 我们怕人瞧不起 我们怕人不理解 有一些不幸的遭遇 在我们心灵里面 一直就是这样的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生命消耗掉 让我们好像心里也有一个流血的地方 在不断地地瘤 不过有些人会想尽办法 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就像这个圣经中的妇人一样 她要求医治 而耶稣就医治了她 但是有一些人 她不像这个妇人这样 他们就坐在自己的不幸里面 不断地拒绝过去的忧伤 浸泡在怒气当中 在埋怨当中 在叹息当中 有时候他们拒绝 相信上帝能救她 能帮她 他一句我不相信 就把上帝拒绝在生命的门外 他有时候想不可能 我的人生不可能改变 一句不可能 就拒绝了更好的人生 但是这个女人不一样 她非常艰难地也寻求医治 耶稣肯定她的信心 耶稣肯定她的信心 没有放弃 耶稣肯定她对 她的医治的信心 敢于这样的来求主 所以耶稣把她叫出来之后 耶稣这样向她说 女儿 你的信心救了你 平安地回去吧 你的疾病痊愈了 你看多么亲切地称呼 耶稣说 女儿 非常非常的亲切 耶稣肯定了她这个人 她是被爱的 是耶稣所爱的 耶稣也肯定她的信心 对她相信耶稣 医治她的信心 还有她没有放弃 自己和自己的人生 的那种强烈的信心 耶稣完全地肯定了她 让她身心灵都得到了医治 你的信救了你 平安地回去吧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生活状况如何 有些人真是可以说 我天天平安 天天快乐 那非常的好 你感恩 但是如果你们当中有人 真的是很期盼生命能有所改变 你有一个困境 耶稣能帮你 你不要放弃 你可以改变人生的这个可能性 你可以过一个得医治的人生 你可以享受平安 什么是平安呢 当然病医好是平安 但是有些人没病 也不见得心灵平安 那有些有病的人 他的病没医好 但是他也可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统在 而得到心灵的平安 我曾经听过一个年长的弟兄的分享 他说他五十多岁的时候 诊断得了霸青生病 就是那种手脚行动会发抖 不能控制的自如的 所以其实很难受 他说他祷告 求上帝医治他的病 但是他的病没有得医治 二十年过去了 就是五十岁得病 一直到七十岁 二十年过去了 他依然病着 但是他这样的告诉人 他说 上帝听了我的祷告 他说他没有医治我的霸青生病 但是他给我 能够克服对这个病症的恐惧 他说他医治了我的心灵 他说我可以活在这个病中 心灵没有恐惧 这是平安 我们的人生或许面对困境 每个人都有点病 生理 心理 灵性的 人际关系的等等 相信耶稣 他可以吃你平安 改变你的人生 有时候 他让你的环境 身体改变 有时候 他让你的心灵改变 而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的心灵 都能够拥有耶稣 给我们的平安 让我们可以面对生命的各种困境 弟兄姐妹 盼望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 这个女人求医的事件 能够鼓起我们对人生的信心和勇气 对耶稣有信心 对人生有盼望 但愿今年这新的一年 大家都健康 都快乐 信心大众 心里都有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这个时候 心灵里面有特别的需要 或者身体有特别的需要 你就在这个时候 向主耶稣开生祈求 求他医治你 主我们恳求你 垂听在这里 弟兄姐妹向你发出的祈求 像当年 你医治那个妇人一样 你照着我们的需要 照着你认为适合的旨意 也在我们身上施恩 我们期盼生病的人得医治 主我们也期盼 我们每个人心灵都平安 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施恩 施恩 怜悯我们 我们如此祈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